你怕空氣突然暗起 嘴怕朋友突然的關心 垃圾車上不放給愛麗絲 改放高鴻安的反詐騙宣導 甚至高鴻安還唱了兩句 五月天經典歌曲 突然好想你 大家好 我是幸福市長高鴻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多年不見的朋友 突然的關心呢 本來高鴻安是好意要宣導反詐騙 但這做法不僅民眾反應兩極 甚至還遭議員質疑涉及侵權 高鴻安市長在未經相關單位的同意之下 就擅持著翻唱重置五月天的歌曲 這不但是錯誤的示範 也已經涉及違法侵權的行為 議員指控五月天所屬公司 不對外授權任何翻唱詞曲重置 而高鴻安不但重置歌曲 還在網路上提供民眾下載 涉及版權問題引起風波 爭議爆發後市府和版權方聯絡 也和遠景決議提供 英黨播放路段時段等等記錄表格 後續會進行版權授權 只是高鴻安這回想透過洗腦方式 進行反詐宣導卻將族市垃圾車 換成自己唱五月天歌曲 同有侵權疑慮也反而失去焦點 三線張號一問有臉新竹 採訪報道 採訪報道